科學家到目前為止 無法預測地震 科學家說的預測 必須要說出時間 說出地點 說出它的規模會有多大 震源深度會有多深 這樣子才叫預測 不然我跟你隨便鼓賴 台灣明天會有地震 我保證對 因為台灣一年會發生一萬多次的地震 大多數是無感 你講屁話嗎 明天天地有地震 無感 那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 科學家到目前為止沒有辦法預測 不過 大陸有過四次轉靈預報成功的經驗 第一次最有名海城地震 轉靈預報就是說 到時候你說在三天一個禮拜之內 會有大地震發生一下短靈預報 到時候你說有地震 海地震最有名的原因 是因為他當時就發布說 可能會發生地震 所以就事先就做了書上的工作 因此發生的時候沒有什麼傷亡 這個地震最有名 但是即使大陸已經有四次成功的預報經驗 大陸也不敢說他們可以預報地震 因為他們似乎只對某一種類型的地震 比較能夠猜測 實在來自不行 而且海城之後第二年發生一個更大的地震 唐山大地震就沒有預測到 不過後來看到的文獻是說 後來看到的文獻是說 其實是有的 其實是有的 唐山大地震之前 實際上是有人警告過 可是沒有理他 沒有理他也很正常 假如上帝啟發你 三天之後台北市 會有大地震發生 你要講還是不要講 如果你講台北市人都跑光了 三天之後真的有大地震發生了 你就是救世主 先知救世主 如果你講台北市人跑光了 你三天之後什麼屁都沒有發生 你就先來總統 你就是黃老師 你就是黃老師 所以唐山是很大的 唐山是一個很大的城市 這種地震預報又沒有百分之一百的 就是它沒有很大的準確性 都是在目前研究中的 你知道有的你也不敢講 你也不知道到底會不會真的是這樣 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說 反正就是我們不曉得有沒有會不會發生地震 沒有辦法做事先的預測 那就只好做一些事先跟發生的時候的措施 事先就是你蓋房子的時候 注意一下 這都是對台灣人要必要的屁話 就是你要做好調查 可是問題是這對台灣很難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台灣有上百條斷層帶 你如果真的要斷層帶 譬如說不要蓋房子的話 台灣大概就會去掉一大半 都不用蓋 都不用 都不用了 但是就是你要做好 你要事先知道 能避開就不避開 不能避開就要做好預防措施 加強耐震設計 我小時候唸過一篇文 看過一個報告 一個人寫了文章 一個人跑去日本玩 然後呢 在那個摩天高樓的樓頂吃飯 然後就發生了地震 你可知道樓越高的晃會越兇 他現在樓晃好兇 你現在看左邊再看右邊 他就很害怕 就那位一條就跑過來跟他說 先生 你不用害怕 我們這個房子是柔性建築 會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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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正常 颱風來的時候草會被吹彎對不對 草會被吹斷 草會嘛 是不是還會被吹斷 會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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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咬 不會咬 所以叫耐震建築 或者是這個 我本來要自己去拍 可是因為要請就算了 哈哈哈哈 101 要錢嗎 要上去看要錢 按正 按正 就是他有個大大的阻尼球 很大很重 然後地震來的時候他又怎樣 搖萬搖 然後他就晃 晃的過程就把能量給消耗掉 吸收掉 然後房子就會安全 這是101裡面有個大的阻尼器 你可以上網還是知道101有個大的阻尼器 對 這是網路上找到照片 網路上找到照片 因為 要自己拍 要上去要花錢 算 就是建築設計 這叫做事先的防範 好 再來就是要隨手 書架固定 嘴巴 當會會到後面句話關完 到晚跟你講 嘴巴這樣講 書架固定 你很難這樣做 這個我們大學的時候有個經驗 我們大學的時候 我們學校的新圖書館 剛剛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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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你知道大學圖館的書架都很大 大概寬度跟教授寬度 散一點點 然後高呢 可以跟教授差不多高 每個書架都很大 櫃滿的書 然後呢 DJ一來以後 他們那一排的書架 像會跟吹骨牌一樣 全大 全大 你如果覺得書架很大隻 覺得它很安全 等到它的下面 你要不然就被書架壓死 被書扎死 欸 因為它並沒有把書架鎖在 地上 沒有鎖 不然它要鎖在地上 不過說實在 你要 你在家裡要鎖 大概也很困難 對 它這樣說 重的往 放低一點 重的東西放低一點 放穩一點 跟它搖搖去的事 OK 好